因為比較近來過新的人 要趕緊揮劃的正義 國民黨團今天是來 培評中央應該趕緊 定出影響的記憶 不過這個民進黨團 如果來培評 疫情這兩年來 揮劃的討論過程 國民黨這情願期 都沒有提出意見 比較近後希望的人 在二十四點前 故來要揮劃 正義也不停 雖然指揮中心 已經解釋說 這次趕緊揮劃 並沒有免得的時間太多 不過以外陰棋 沒辦法送 真人最好一面的正義 國民黨團引用英國的例 說較近失望的人 加速以外的人辦個別秀 包括死者在下親戚 甚至是親家朋友 都能夠參加 只要在這個中來的部署 仍然說照安藏鼓勵就可以 國民黨團希望中央 要趕緊跟國際接軌 定出支援 每一天將近一百七十六個家庭 糾結在這二十四小時之內 必須火化掉他們最親的家人 而且是在沒有衣群的情況之下 就莫名其妙必須這麼做 國民黨團說 在國南疫情 約後還沒降來時 中央民學的資源 如果沒出現 每天都有民眾要信 沒辦法三千人最好 実情的痛苦 但是民眾黨團 歡迎說 並總管理的中央主管機關 是內政部 自疫情以來 中央跟地方政府 都有過新的人的規劃處理 一直都是一樣的流程 但是國民黨接政的官司 在過期也沒有提出意見 指揮中心在擴大和地方政府代表 所參與的 參與的這個防疫匯報裡面 國民黨執政的地方政府 也沒有在會中提出 他們對於現在執行慣例 上面二十四小時火化 提出不同的意見 現在拿來當作政治議題來炒作 無助於防疫了 對有感染希望的人的 善悲的正義 有專家提出 可以用PCR檢測帶來決定 但是民眾已經走到最尾了 沒有團燃到 就沒有犯罪時間揮壞必要 現在維護部在進政也說 如果能檢測風險 也沒有百度開放 看最好一面 記者綜合部都